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月亮 又圆又亮 亮到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 我和队友们在地温海航行两天 终于进入澳洲湾 早上六点 太阳从海平面上缓缓升起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雇佣的这些钓鱼专家 没日没夜钓了两天 但一条金枪鱼的影子都没看到 我甚至想要放弃了 但船长说他想试试 然后他就使用了最古老的风筝钓鱼大法 就是把风筝放飞 风筝下面挂着鱼线跟鱼钩 随着风向的自然摆动 模拟出火耳在海里游动 吸引大型海洋生物上钩 也称上帝钓鱼法 第一条南极金枪鱼上钩了 体长一米重量50斤 虽然不大 但队友们都发自内心的开心 但不包括司机 因为我们钓鱼的速度 已经赶不上他吃鱼的速度了 果然高手在民间 捕捉金枪鱼的任务就交给船长了 利用风筝捕鱼大法 成功捕到了第二条跟第三条金枪鱼 但随后意外发生了 船长勾到一只大型金枪鱼 导致鱼线被咬断 风筝也被拽破了 无奈 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 毕竟这几天 吃不好也睡不好 大家都非常疲倦了 下一集 我就深入本地村庄 看一看东地问的本地土著人 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今天就烈子